有一次我坐計程車 剛好也在拍一個兄弟片 那突然被領檢 後來我車門一打開 一打開 哇 全褲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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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 洗褲子喔 我說怎麼樣 要領檢嗎 他說沒有啦 你太入戲了 我說是你們入戲吧 然後我就槍拿上去以後 哇 砰砰一打 第二槍再打 哇 砰砰一衝上來 阿東阿一上來以後 阿國換我了 我們兩個就聽到後面 恰恰恰 海防了 海巡俗了 哇 趴下 哇靠 當然就像剛剛傑哥講的 不只他成熟 我們都成熟了 我們當年的小屁孩 今年都成熟了 而且 暴露在這個圈子裡面 可以看到自己30年前的電影 好像人生第一招啊 傑哥不是現在這樣 我講的事情是在20年前 那個定位已經很明顯了 那個定位很明顯 太適合演兄弟了 太適合演兄弟了 哈哈哈哈 太適合這種電視 然後不會拍一拍的 兄弟早上 兄弟 有早上門 不過兄弟喔 早上門都 都 比較偏敬重 甚至有一個神道大哥 拉著我的手 欸 七頭就在唱他這樣啊 有一些小朋友跑過來 大哥 我跟你好不好 我說 我說 對 可能就他們欣賞這個 可能就這種造型 這種生活 然後這種 這種氣質吧 所謂的氣質 反正有一次我坐計程車 剛好也在拍一個兄弟片 那突然被淋檢 後來我們 我車門一打開 一打開 哇 全霧 全霧武裝 全霧武裝 欸 喔 洗力了 我說怎麼樣 要淋檢嗎 他說沒有啦 你太入戲了 我說是你們入戲吧 拍戲有很多的狀況 有很多的狀況 都會有臨時的變動 因為不管天災啊 人禍啊 疫情啊 都會有 我相信當年拍攝少年野安也是 我靠 我拍到一半 到了 到了 居留室了 第二天 李伯伯來了 焦寶 對 這也是很多的狀況 我倒數他們 包括整個團隊 我們其實在少年野安拍戲 其實有很多狀況是 就突如其來 然後我就槍拿上去以後 哇 砰砰一打 第二槍再打 哇 彈志剛一衝上來 阿東阿一上來 阿國換我了 我們兩個就聽到後面 恰恰恰 海防了 海巡俗了 哇 趴下 哇靠 真的 現場那個自便 馬上 摩托車一來 馬上給他看公文 怎麼樣 我跟小剛兩個趴在那邊 我想說完了 這在中彈怎麼辦 北港朝天宮 彈志剛 不是被 山順的順哥打嗎 然後阿國等待會兒跳出來 槍拔了 就開槍 哇 機器偷拍啦 一出去 砰砰 那邊就 不要動 哇靠 這本來是真的偷拍的 後來是不知道現場有行進 三十歲以前我非常會製造問題 我一直走才製造問題 哈哈哈哈